烏克蘭總統德倫斯金在22號表示 他走訪了東部前線巴赫姆特鎮附近的軍事陣地 那為了烙軍那也探視他們的狀況 並且頒發勳章給士兵感謝他們保護國家的主權 而在這之前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才剛結束訪問離開莫斯科俄羅斯軍隊 在夜間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辅附近 動發動了無人機的攻擊造成了四人死亡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2號 在聯邦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小組聽證會 接受了議員的質詢時兼被問到 中方是否已經提供了俄國致命援助史坦城 目前並沒有跡象顯示 中國已經越過了那條界線 布林肯在俄污問題上面指出 中國為俄羅斯提供的外交支援政治支持 已經違反了美方終止戰爭的利益 其實一直以來 美方針對中方提出的停火協議 都是抱持著遲疑態度 因為認為莫斯科可能利用停火期間 重整部隊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造訪俄羅斯會見了普丁 不過外界驚訝的是 普丁竟然身高足足矮了習近平10公分 而且從雙方的肢體語言來看 專家就來解讀分析了 可能恐怕習近平才是老大 第一拿出東道主氣勢 走進會堂準備見老友習近平 普丁才舉起手 習近平搶先把手伸得更長 有意凸顯誰才是老大 良人同框更精健身高落差 習近平180公分 普丁只有170公分 握手時習近平手掌在前 宣誓兩人關係 他才是主導者 坐下交談時 較矮的普丁得全程往上瞄 習近平則是視線嘲笑 還有肢體專家解讀 普丁坐姿 局促不安 習近平則是平穩 自信 10公分 身高差 氣勢碾壓 故意嘲笑政敵矮小 別看川普身形圓潤 身高可是有190公分 贏過了拜登和習近平 身高178公分的前總統馬英九 也算高個領袖前段班 連任向岸田文雄都比普丁高 166公分的澤倫斯基還有身高不到163的金正恩 則被戲稱是政壇的小巨人 金正恩穿上增高鞋暴增到175公分 和川普走在一起才勉強撐住場面 而不只男性比身高 英國凱特王妃175公分 竟顯修長優勢 喜歡戴帽子的遺孤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身高只有1米6 而165公分的鐵娘子梅克爾 其實只比蔡英文高出1公分 雖然身高不盡然與領袖魅力畫上等號 但高矮同框一對比 就怕氣勢跟著矮一節 記者總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美東時間22號 出席參院撥款委員會預算聽證會表示 他同意情報單位的評估 認為解放軍在2027年前將具備犯弹能力 而前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在會面蔡英文時竟然也說要把台灣打造成豪豬 並說拜登會協防台灣 在黨就痛罵了 這是把台灣彈藥庫推上台海戰火 那變成了美國前線的棋子 國安局也承認所謂的協防台灣 只是會給台灣武器 美軍並沒有說會為台出兵 總統蔡英文會面前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還特別頒發特種大受警星勛章給他 沒想到歐布萊恩卻說通過18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 會打造台灣成為豪豬 讓台灣變得更強壯安全 但這意思是把台灣當成軍火庫嗎 提升台灣破阻的能力來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 我們要能夠承受中共的第一級 但要儲存的量也能夠有相關的一個規劃 當豪豬難道是要變彈藥庫 歐布萊恩還說拜登四次表態會協防台灣 但協防是代表會為台出兵嗎 必須要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 來當成他維持台灣安全承諾的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聯國安局都承認所謂的協防台灣只是提供武器而已 台灣為何要甘願當美國的豪豬 那成為豪豬或成為刺蝟 地方到底在哪邊 一定在台灣 做豪豬做刺蝟的結果 是要犧牲我們同胞更多的性命 連最新的親綠民調都顯示 有近六成的民眾認為美國對台灣好 也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 而去年為一台軍演 美國航母一路向北開遠離台灣 如果真的開火 美國人難道還會來 烏克蘭是美國的邦交國開戰至今 美國沒派過一兵一卒 綠美和執政高層狂暗示 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 就不知這信心到底在哪裡 記得常常貿主國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有心想是要賺的 給大家… 現在是浮礼的